美國賓州議會在選舉舞弊聽證會後採取行動 從州府達回選舉人的任命權 川普團隊高級法律顧問埃里斯週六表示 希望亞利桑那州在週一聽證會後 也能採取賓州議會同樣的行動 美國賓州參議員道格·馬斯特里亞諾週五表示 賓州議會將採取一項聯合決議 從州務卿辦公室收回任命選舉人的權利 並將在11月30日啟動此項決議 若這項決議成功 意味著美國總統川普將拿下賓州的20張選舉人票 將採取這項決議 賓州聽證會本週結束後 共和黨議員要求該州州長和州務卿 撤銷對選舉結果的認證 川普週六在推文中 感謝所有在聽證會上作證的勇敢的人 感謝他們捍衛美國偉大的憲法 川普的律師團隊也同時在密西根州 喬治亞州 威斯康星州 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 展開大選舞弊的法律訴訟 埃里斯表示 通過聽證會 密西根州 內華達州 喬治亞州等認識到選舉過程有多麼的腐敗 川普私人律師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表示 每一個州的訴訟都可能提交到最高法院 海利斯表示 為美國有這麼一位堅持不懈的總統感到驕傲 這位總統正在邁向成功 埃里斯還提醒人們 不要聽信所謂主流媒體提供的錯誤信息 和對憲法的錯誤建議 如果到1月6日 仍沒有一位候選人的票數超過270張 將根據美國憲法第十二修正案進行全面選舉 由眾議員選總統 參議員選副總統 有50州的新任眾議院代表 以一週一票的方式投選決定 贏得26張票 就能成為美國總統 新華人記者 嚴峰 瑞麗綜合報導